力压杜丰杨明 CBA第一豪门 签下了两米一二的大魔王 争冠之旅 碾压辽宁广东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CBA第一豪门 也是力压辽宁和广东 在常规赛行至尾声之际 也是再度的压哨签约了一位大魔王 那么签下这位大魔王之后 这位CBA的顶级第一豪门 也将会同时拥有三位外员 去共同的保驾护航 帮助这支球队去全面冲击总冠军 那么可以说也让辽宁和广东 在本赛季的争冠之旅上 将会望其向背 那么本赛季常规赛还剩最后的四轮 可以说本周的常规赛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目前各支球队的入选了全明星阵容的队员 教练将会奔赴厦门来参加全明星周末 那么在下周开始 常规赛将会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的冲刺 那么常规赛行至尾声 其实对于各支球队而言 大家在这个阶段再去调整外员 调整自己的阵容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可能感觉花这个冤枉钱 没有必要包括很多打季后赛的球队 尤其是一些争冠的球队 他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再去调整了 对吧 大家可能感觉在这个时候再调整的话 可能给球队带来的帮助也不是很大 而且呢 这个节骨眼上你再去投入 可能投入也不小 所以说眼下来看 各家俱乐部像辽宁 广东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 都是在按兵不动 就确保现有阵容的完整度 大家就希望通过现有的阵容 去争夺最终的总冠军 但是仅有一支球队啊 他们却在近期蠢蠢欲动 并且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 又签下了一位顶级外员 让球队整体的战斗力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报表的状态 让这支球队在本赛季 可以说是力压广东队和辽宁队 成为了联盟的第一豪门 让这支球队也有望在本赛季 去冲击总冠军 那么说到本赛季的争冠 其实很多的球迷 最初还是看好了辽宁和广东 这两支球队 无论是冠军底蕴 阵容的配置 还是说他们两支球队的主教练 在过去几个赛季的斗法来看的话 这两支球队 确实是最有冠军项的球队了 对吧 而这两支球队 他们的经验也确实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总决赛的经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难道这个联盟中 就没有任何一支其他的球队 能够打破辽宁跟广东 对于这个联赛的统治吗 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 在本赛季 或许就有一支球队 他们要比辽宁跟广东 更具有冠军项 而这支球队在此前几个赛季 或许他们的投入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投入小 所以说限制了他们成绩上的发展 但是本赛季 他们的投入上 已经翻了几倍不止 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了 在这种投入背后 他们想要拿下总冠军的决心 那么这支球队 在本赛季的常规赛成绩 也同样表现非常的炸裂 一直牢牢压制着辽宁跟广东 占据了纪分榜的投名 没错 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那就是浙江筹州队 浙江筹州队 本赛季毫不夸张的说 已经可以说提前锁定了 常规赛冠军的位置 那么这支球队 他们能够拿到常规赛冠军 可以说是抱了一个不小的冷门 因为球队赛季初 刚换了主角链 结果呢 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下 却打出了超前的凝聚力 那么这支球队 在本赛季 也将会坚定不移的朝着队时的 首个总冠军而败进 那么在赛季结束之际 球队又压哨 签下了拉克赛维奇 这样一位大外援 那么再加上球队的赖特 以及盖利两位超级外援 球队将会同时坐拥三名外援 为球队保驾护航 冲击总冠军 而且有两个外援 都是囤积在内线 足以看出球队想要 去夯实内线这个短板的 一个是吧 决心 这就证明了球队 想要在本赛季 打造一个没有瑕疵的 浙江球队 去朝着总冠军而努力的迈进 那么如此一来 就让广东队跟辽宁队 也都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 对吧 而且辽宁广东 两支球队 一个常规赛第二 一个常规赛第三 势必会在半决赛阶段 杀个你死我活 双方肯定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在半决赛肯定是体能投资很严重 而届时在总决赛阶段 浙江球队就可以以一代劳 所以说浙江球队本赛季 去拿下总冠军的 因此本赛季 这支球队在王石龙的调教之下 确实打得非常的聪明 而如今又来了一招后发之人 拿下了大魔王拉克赛维奇的回归 让球队可以说是内线外线 能够打球的人是非常的多 兵强马壮 打广东打辽宁 他都丝毫不惧 所以说我们也有理由期待 并且相信这支浙江球队 是完全可以在本赛季 去加冕他们对时首作总冠军的 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好 好